8月15日凌晨,中央政府赠港大熊猫盈盈淡下一对龙凤胎 8月16日是盈盈19岁生日 当天,香港海洋公园召开记者会,介绍了大熊猫母子产后状况 海洋公园代表介绍,盈盈作为有记录以来最年长初次成功产子的大熊猫 首次生产便淡下一对双胞胎,实属含有案例 海洋公园动物护理团队,连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 不分昼夜,悉心照料盈盈及两位宝宝 帮助香港成功带来土生土长的大熊猫幼崽 其实高龄产股都会面对到一些比较普通的问题 因为本身体力和力量方面不太够 而另外生产之后,可能它可以分泌出来的鱼汁 那些鱼汁的量应该是比一些年轻的大熊猫妈妈比较少的 那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其实因为它是完全没有生产和照顾宝宝的经验的 我们都需要去评估一下,其实它在照顾宝宝 记者会上,香港海洋公园代表还介绍了龙凤胎的最新状况 姐姐出生的时候是122克的 而弟弟出生的时候就是112克的体重 其实都是比起其他大熊猫嬷出生的平均值比较低的 另外就是当家姐出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大熊猫中心的专家 现在即时都和它量度过体温 还有当它喂食的时候,发觉它体温是偏低的 专家们都评定,它当时可能它叫声都不是很响亮 可能是比较弱的 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大熊猫宝宝 就是两只宝宝的状况都其实是非常脆弱 大熊猫宝宝出生之后,有一个叫做收水期 由于大熊猫宝宝,它的身体其实是未完全发育的 所以它都会遇到一些比较 common的问题 就是一些腸胃问题 所以现时海洋供应的团队和大熊猫中心的专家 都是24小时,日以继夜地在喂食 以及去观察它的排便的一个过程 在我们全天候的观察和照顾下 希望它们尽快稳定下来,健康成长 据悉,香港海洋公园会在营营所产龙胖胎情况稳定后 适时公布民众与其见面安排 此外,香港海洋公园也将邀请香港民众 共同参与大熊猫的取名活动 目前聚焦和大前提都是可以照顾好那个BB 希望可以在未来的日子它健康发育来 我们再将进一步一些消息向公众公布 改名这件事我们当然会做 亦都想全香港的朋友市民一起参与 所以令到这件事可以带到欢乐 带到不同的喜悦 运气给香港每一个角落 旨井 有为何 实际上 旨井 友人 知! 家 有分 人 家 家